今天ET个股推介是南方恒指反向ETF7500 经济日报投资业话早选选原因是中港美股市齐走弱 投资者可以买入反向ETF顺势做淡或对冲持股风险 成交偏少ETF价格跟不足挂勾指数变幅 是投资指数ETF常见的问题 选股适宜选一些成交较弱的ETF 南方恒指反向ETF7500昨日成交金额有512000万 交易中数2900多元价格为活跃 跟它息息相关的恒指方面 日线图上9月以来反复下跌近1.4 14天RSI已跌至21.9严重超卖 周线图和月线图上也跌至26 因此恒指短期可能出现技术反弹 3月低位18200点水平是短期反弹目标 如果跌势未止预料下市16000点关口 即1998年以来上升轨和2011年10月低位附近 策略上等候恒指反弹到18200点附近 吸纳7500 恒指后逐可能下市16000关 潜在跌幅1.2 提供2倍杠杆的反向ETF 潜在升幅挨近2.4 11.8 11.2 13.4 15.6 16.9 17.7 16. Staff 16.4 18.7 18.7 16.7 21.6 215 8.8